大家好,我是J哥 一块劳力士的价格 而且每次晚宴只招待12位客人 当然能参与这场晚宴的 自然都是一些各界有钱人士 其中包括了三位投资过这座餐厅的商人 发现这位主厨的美食评论家莉莉安 富豪布兰特夫妇 以及电影明星约翰 很快12人全都到齐 他们乘坐游艇前往本次就餐的地点 山楂岛 为了打发长达5分钟的漫长旅途 服务员为时刻献上网 搭配柠檬珍珠与子酱的顶级生蚝 柠檬珍珠是用极其罕见的海藻酸盐制作成 以丰富顶级生蚝的口感 马格特对于这种哗众驱宠的做法毫无好感 相比较而言 他更喜欢吃刚上岸的新鲜生蚝 很快游艇到达了目的地 登岛之前会有管家和对大家的姓名 唯独马格特的名字不在该名单上 因为她是泰勒的新女友 但在一番解释之后 他们还是顺利地登上了山楂岛 这座岛由12英亩的森林和牧场组成 他们会在海边采集新鲜的扇梅 种植新鲜的蔬菜 甚至连烤肉都只有奶牛的肉熏至152天 随后他们在管家的代理下 来到了今晚要就餐的房间 随着最后一人的进入 餐厅的门被紧紧关闭 进入餐厅映入眼帘的是一群忙碌的厨师 他们在精心制作自己的作品 但这里不被允许拍照 泰勒想要上前攀谈几句 却被告知马上就要开始上菜 很快开胃菜来了 虽然只是腌制的黄瓜搭配白色牛奶雪 但精致的摆盘还是让美食学家 吃出了山羊的味道 其他人则都在讨论着自己的事情 对于菜的品质并没有过多的在意 马格特就是其中一个 他对于这些美食并不感冒 但泰勒却侃侃而谈 他认为真正的厨师 就和其他艺术家一样值得崇拜 很快厨师们准备好了第一道菜 在上菜之前 主厨斯洛维克机长介绍了下自己 和第一道美食 但他却求在座的各位 这些美食不是用来吃的 而是用来品尝 第一道菜名叫小岛 放满了来自这座岛上的各种植物 上面覆盖着一块刚结冰的过滤海水 冰在融化之后就会给菜调味 接着主厨斯洛维克 开始讲解这道菜背后的故事 他觉得和岛上的自然生态相比 人以及房间的一切都是无意义的 只有自然才是永恒 这段话让泰勒流下了眼泪 一旁的美食家也对这道菜赞不绝口 一口下去就像是在吞噬海洋 但其他人似乎并不懂得欣赏 尤其是一旁的三位商人 他们觉得这就是海塔的食物 接着在主厨斯洛维克的激掌声中 第二道菜来了 斯洛维克介绍了面包的历史 他认为现在面包被普通人当成了食物 但是在座的都不是普通人 所以今晚没有面包 他们的第二道菜是没有面包的蘸料 接着厨师们就端上了只有蘸料的盘子 但即使只有一些蘸料 美食家仍挑剔地找出了这道菜的缺点 泰勒听后对这位爱讲故事的厨师崇拜至极 但玛格特却认为餐厅必须给顾客提供食物 三人组这边也是一样 他们以餐厅投资人的身份 找来管家索要一些面包 但却遭到了拒绝 而另一边的泰勒看到玛格特对这道菜不感兴趣 起身想要拿到自己身边 却不小心打翻了红酒杯 这时主厨斯洛维克走到他们身边 他询问玛格特为何不吃食物 但玛格特却说根本没有食物 而且应该由自己来决定吃什么 斯洛维克一脸不悦地转身离开 催促厨师们完成第三道菜 在又一次的机长身后 斯洛维克介绍起了第三道菜记忆 他向众人引荐了自己的母亲 然后讲述了自己小时候 父亲殴打自己的母亲 他用厨房的剪刀插入了父亲的大腿 就像这道菜一样 插着剪刀的墨西哥鸡腿肉 搭配上特制的墨西哥玉米饼 这道菜是他的成名菜 但今晚他做了升级 在玉米饼上用激光刻字机打印了图案 随后众人马上打开玉米饼查看 美食家的图案是被他点频道倒闭的店铺 而泰勒则是刚刚偷拍菜品时的照片 三人组则是他们偷睡的证据 但他们似乎也并不在意 马格特认为餐厅这种行为 侵犯了个人隐私 呼叫一旁的服务生想要退款 但泰勒却冲着他 大呼小叫阻止了他 马格特生气地起身来到卫生间 他刚想点上一根烟 主厨斯洛维克却推门跟了进来 他不停地质问马格特到底是谁 来自什么地方 并称马格特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随后两人都回到了餐厅 而厨师们正在准备第四道菜 他们将一块白布铺在地上 并在上面摆放着装饰 在斯洛维克的又一次机长后 他开始介绍起第四道菜 这次他先引荐了自己的副主厨杰瑞 杰瑞毕业于美国厨师学院 为了做出最好的食物 他放弃了一切 但美食家和顾客 却对他呕心沥血的美食嗤之以迷 而这第四道菜困境 则由他呈现 说把杰瑞掏枪插进了自己的嘴巴 在所有人诧异的目光下 隐单自尽 但一旁的斯洛维克却称 这只是表演 众人听到这才又回到了座位上 接着第四道菜被端上桌 牛肉汁骨髓 马格特已经被吓到 不敢直视桌上的菜 但泰勒却吃得津津有味 另一旁的富豪布兰特先生 则被刚才的一幕吓傻了 他起身想要离开这里 却被经理告知现在没有穿 也没有任何信号 接着一群人拦下 想要冲出去的布兰特 并切下了他的手指 众人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但泰勒却仍然在淡定地享受着美食 这时管家走到马格特的身边 主厨斯洛维克想和他谈谈 斯洛维克再次询问他的名字 并说他不应该来到这里 今晚所有来宾都是菜单的一部分 但是不包括马格特 今晚菜单里所有人都得死 但他给了马格特15分钟的时间 来选择是和顾客 还是厨师死在一起 而另一边其他几个客人也崩溃了 男人想用凳子砸碎玻璃逃走 奈何玻璃采用了防弹标准 不仅丝毫无损 只是店里的员工依旧淡定地给大家上第五道菜 野生佛手干与红三叶茶 在主厨斯洛维克的又一次击掌声后 他开始了介绍 茶不仅可以洗去残味 还可以给人以慰藉 但暴躁的三人组询问他到底要干嘛 主厨让他们把自己想象成品味过程的原料 斯洛维克询问光顾过餐厅 11次的富豪布兰特 希望他说出印象最为深刻的菜名 只知道享受服务的富豪却达不上来 主厨斯洛维克开始迁怒于浪费美食的每一人 天使投资人道格曾经想把餐厅商业化 把他的团队赶出山楂岛 这间餐厅倾注了他的所有心血 他不允许任何不懂美食的人玷污 说完他便把天使投资人道格升到高空 表演了一场真人版堕落的天使 接着15分钟时间到了 主厨把马格特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询问他的选择 他看出了马格特和富豪布兰特的关系 原来马格特曾经为富豪提供过服务 而从某些方面来看 主厨和他一样都是服务行业 但他已经很久没有主动为别人做过饭 接着两人走出办公室 看着神情紧张的食客 斯洛维克宣布了精心准备的下一道菜 但在开始之前 所有的男性食客有45秒的逃跑时间 时间一到他的手下就会开始抓捕 话音未落 五名食客已经开始了逃跑 他们来到海边搜寻交通工具 发现这里已经被守卫全部封锁 没有任何意外五名男性食客再次被抓了回来 面对这种情况 泰勒表现得异常淡定 竟然旁若无人地品尝其美食 主厨询问泰勒来这里的目的 泰勒说 只是为了品尝主厨打造的美食 因为他在邀请韩中发现 这将是史上最棒的菜单 斯洛维克毫不留情戳破了泰勒的谎言 他的餐厅不仅不提供单人座位 还在邀请韩中注明了 来这里的所有人都会死 泰勒是因为和女友分手 才雇佣马格特一同上岛 得知真相的马格特对泰勒大打出手 好在斯洛维克及时出手制止 在得知泰勒一直有个厨师梦想时 斯洛维克让管家给泰勒穿上厨师专用服装 让他给剩余的时刻展示一下厨艺 然而他所谓的烹饪艺术 简直是爆天天物 就是有他这种人存在 才让斯洛维克的美食艺术不再神秘 倍感羞辱的泰勒最终 选择了上吊自杀 小插曲并没有打乱斯洛维克的计划 如今菜单上只剩下一道美食 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提前准备甜点 斯洛维克让马格特前往薰制室 寻找装甜点的木桶 为了破解困境找到活下去的希望 他只能拿着钥匙乖乖照做 马格特在薰制室寻找木桶时 意外发现了斯洛维克的住所 马格特想要寻找电话向外界求助 没想到却被尾随的管家拦了下来 斯洛维克的住所是岛上最神秘的境地 没有人可以私下偷窥 话音刚落管家便拿起匕首发起了攻击 惊慌失措的马格特随后拿起豆浆机反击 却意外将战斗力爆表的管家杀死 解决完战斗的马格特来到密室 在这里他看到了一张主厨充满笑容的照片 那时他还在做着廉价的汉堡 随后他找到一台电台 通过电台向外界发送了求救信号 此时斯洛维克正在为石克庆祝生日 马格特随后也将木桶带了回来 但没过多久 伴随着一阵响亮的气笛声 负责巡逻的警察包围了整座小岛 斯洛维克急忙命令手下帮石克处理伤口 并警告他们最好不要向警察求助 不了解详情的警察根本帮不了他们 话音刚落警察就闯进了餐厅 他接到警报这里发生了骚乱 听到此话的斯洛维克连忙否认 他们正在举行一场美视频监会 根本就没有人发送求救信号 此时警察认出了电影明星的身份 非常热情地要了张签名 就在警察准备离开时 突然发现电影明星在签名上留下的求救信号 他立马让所有人双手抱头放下武器 看到终于有人主持正义 石克们纷纷斥责斯洛维克的不法行为 在慌乱中了解详情的警察 让斯洛维克跪在地上 没有他的命令不准乱动 就在所有石克以为得救时 没想到警察竟然用手枪点燃了蜡烛 原来他也是斯洛维克团队的一份子 目的就是为了测试马哥特 有没有背叛自己神圣的信任 彻底失去生存希望的 马哥特决定输死一搏 他学着斯洛维克的样子 向厨师发布指令 他称自己根本就不喜欢今晚的食物 他想把这些东西原封不动地退回去 从未受到如此待遇的斯洛维克 询问马哥特 为什么他做的美食不符合马哥特的口味 马哥特表示他剥夺了自己吃饭的乐趣 今天晚上的每一道菜都是智力练习 当自己在吃食物时 完全感受不到满足感 斯洛维克认为马哥特的话非常荒谬 他们的厨师团队一直在用爱烹饪美食 因为每个人都知道 爱是美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但马哥特却反驳那只是自欺欺人的意想 残酷的真相是你痴迷于烹饪而不是爱 这些菜里根本就感受不到爱 甚至热菜都是凉的 厨师存在这个世界唯一的目的 就是为食客提供美食 而斯洛维克就是个失败者 因为自己现在感觉非常饿 马哥特的否定让斯洛维克非常难过 为了让他填饱肚子 斯洛维克让他点一道菜品 马哥特点了一个价值9美元的芝士汉堡 也就是斯洛维克照片上制作过的食物 听闻此话 斯洛维克非常用心地制作起来 闻着芝士汉堡上散发的香气 马哥特忍不住大口品尝起来 随后他要求将剩下的汉堡打包 斯洛维克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客人 看着餐桌上卷曲在一起的钞票 他终于找回了美食被尊重的滋味 为了回报马哥特带给他的特殊经历 斯洛维克破天荒地放他离开了私人岛屿 他已经受够了富豪们浪费食物的嘴脸 为了不让这些人毁灭残存的美食艺术 他让助手将棉花糖打造的围巾 放在富豪搏梗处 然后拿起火焰丢在影线连接处 伴随着不断燃烧的大火 所有人的罪恶被燃烧殆尽 而马哥特则乘坐快艇 逃出了荒唐的晚宴 至此本片完 十几分钟的视频 我没办法展示本片所有的细节 但在最后 我想提醒各位几个重点 主厨曾说过今晚所有的来宾 都是菜单的一部分 我们要仔细观察这个菜单上的菜品 十二位食客 其实都代表了特有的人群 商人将美食商业化 富豪则代表购买名气 而无视真正美食的人群 而泰勒则代表了盲目的粉丝群体 那么既然所有的来宾都是菜单 大家觉得这个菜单是提供给谁的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们 欢迎订阅我们 这一哥讲故事 按赞 分享 打开小铃铛 想看什么电影 或者动漫的解说 欢迎评论留言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见